为推广南投陶与茶的生活及文化特色 幸福文化局特地在南投陶展示馆举办 陶与茶的对话 陶茶交流之茶席文化开幕活动 安排茶席表演及音乐饗宴 并结合陶制的茶壶、茶海、茶剧的创作 精心演绎陶与茶的生活文化及历史故事 欢迎各界前往欣赏创作 为了推广南投陶与茶的历史文化 并鼓励陶一家创作 县府文化局举办陶与茶对话 共邀请到18位知名陶与茶展示创作 安排茶席表演以及音乐饗宴 藉由200年历史的南投陶结合好茶 希望发展出深度的茶与陶的产业文化 南投陶跟南投茶如果好好的去结合了 让它形成一个很深度的茶文化 因为有好的文化 这个好的产业才能够可长可久 这是我们这一档结合茶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种规划 由南投县陶艺学会以及入股香生活茶会 共同协办的这场陶与茶的对话 借由茶席的交流 由陶与师在场分享陶艺创作理念 议员张嘉哲也到场参与 与大家共同品尝茶之余 也欣赏陶艺创作 其实我们南投陶还有以及我们的南投茶 都是举世文明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们南投陶 跟我们的茶叶文化 让更多人发现我们南投的美南投的好 我想透过这样的有意义的活动 尤其在这个假日 有很多的这个民众一起来参与 然后透过这些自陶的这个工艺老师 他们去解说他们的作品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这个陶艺 如何用这个陶艺 制作一些生活上的器具 尤其我们这个泡茶的器具 里面真的是学用非常大 陶与茶是南投百年优良文化 届时活动胡商结合 呈现出茶与陶的一种文化交流 南投陶有百年的历史文化 茶业也有百年的 这次透过这种活动 我们希望陶艺跟茶艺结合 一起发展出更好的文化传统 然后让社会大众更融入生活化 陶与茶的对话将陶艺史的精心创作 结合在茶文化之中 为南投陶与南投茶文化 营造出新的火花 展期到8月23号为止 欢迎各界前往欣赏陶与茶交流的茶系文化 具体商心服 南投采访报导 中文化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